你們現在沒有才第一次學 就不要去管舊版的 但是有些比較長一點的 這個事實上有大概幾頁吧 大概幾頁的這個 在網路上有 你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下面了 好像有些東西有些語法沒有了 有些東西像Live Die 這些過去有的現在沒有 就是重點在這個下面 就是這個 我大概整理成兩頁了 我很快談一下 就是這個Togger Togger的這個 function 就現在不能用了 Live Die 其實這些在過去的結塊裡面是常常看到的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許會看到 那你就 如果看到了 我就把它跳過去了 有的被Depreciate 那有 那有Add Back, Replace And Self 那After Before 這個 這些東西 Append To 加了一些這個 Dome Processing 那 這個就跟剛剛一樣了 所以他的語法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所以這幾頁我不跟大家 談了 因為你現在還沒有在學了 所以是這個 這個是 但是 Jcar 1.9應該是 幾個月以前的 這個很像是在澳門上課的時候用的 所以這個 但我們不談了 OK好 那 那這個 接下來我們就 因為他們 他們是第二次的 他們是第二門課 你們是第一次上課 那 那 那Selector跟Filter 這個是Jcar裡面最 最重要的 一個 Feature 那Selector的話 是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 就要選定這個網頁裡面的一些元素 那 那怎麼選定呢 用CSS 或者是XPass XPass是 SML裡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技術 那我們還沒談 但是你不用談你也會 因為到時候 我們真正談 SML的時候 這個XPass 如果是過去開一門課的話 我們這個XPass大概 要談 談一堂課 談三個小時 那現在我們 SML變成 三個小時的課的話 XPass大概我們只要談 十分鐘 所以 談十分鐘的東西 就表示它可以變得很簡單 你不學也會 那現在我們就是 你不學 你不看 你看到這個 你不要知道它是XPass 你也知道 所以 所以這個 當然 你要知道來龍去脈要花一點時間 好 那 Selector的話 它主要是做這件事情 那 它語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 我們 JQuery 語法都先一個 這個Dollar Sign 錢 Dollar Sign Document Ready 然後做這個 基本語法都是 你做了一些這個選擇以後呢 然後呢 你去做下面的 執行這個 當你當你這個 你動 你這個 你選擇這些東西 當你這個動 Page完全Ready 下載的時候呢 你就去執行下面那個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 這個 這個 JQuery的基本語法 最基本的語法就是這個樣子 那後面 我會看到一些變形 好 那我們要選擇什麼呢 我們可以選這個 有幾種選擇 我們可以選ID 這個 我說這個 動裡面的 這個網頁裡面的 每個元素都有ID 比如說 ID header 選擇 header 然後選擇把這個class class就是 css class ID是這個 我們HML裡面有一個元素 對 那個元素它有一個名字 那個ID ID等於什麼東西 對 我這個 我選擇這個ID叫做 header的這個ID 或者我選擇 或者我選擇 可以CSS裡面 你定義了某一個class 叫做 updata 你選擇這個 updata這個class 那你選擇某一個元素 可以專門元素就是table 那你可以選擇table 注意到上面那個 ID header 並不是HML那個 tag的元素 不是 不是 header那個元素 不是 不是head body 不是head 它是一個 你取的名字叫做 HAD 這是我們自己取的名字 那 updataclass 也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那下面這個呢 stip by tag name 那這個就是 HML的元素 叫做table 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選擇某一些 所以選擇很多不同的選擇法 還可以選擇combine 把這些東西選擇在一起 選擇table裡面的user list 加上那個例子 選擇table裡面 或者選擇這個某一個ID 然後呢 還有選擇什麼 ul number list 裡面的menu 還有選擇什麼 li 選擇好幾種 可以選擇好幾種東西 一起選擇 後面我們會看例子 選擇很多 很多這個and all 等等選擇的一些 一些這個 我們現在看 先從選擇簡單的 你可以選擇ID 選擇class 選擇標籤 這個 選擇標籤 或選擇元素 來做選擇 好 這邊是一些 這個 選擇的 選擇ID 選擇ID的話 就這樣子 選擇元素 選擇ID 選擇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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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CAS 這個 呃 選擇這個 CAS 下面的CAS 然後 呃 還是Match 等一下我們看例子好了 直接看下面的例子 會更清楚一些 這個 這個原來是WC上面 弄下來 好 我們看一些例子 做做 這些做什麼 好 這邊是 做一個選擇了 哈 這HML裡面 長像這樣子 呃 有有有兩個Division 一個Division 是NOT ME 然後呢 呃 他 他的這個 呃 那Division結束在這裡 那裡面一個Paragraph ID就是NOT ME 這個就是NOT ME 另外這個 ID呢 是 Division 這個 ID呢 是MyDivision 這個 然後它裡面內容呢 是 呃 Division看 內容就是 呃 我們在 我們在 選擇 選擇 這個 這個是選擇 ID 請字號 ID 選擇 然後呢 我們 下面是動作 下面動作 我們 assign他CSS CSS Border 3px solid red 這個什麼意思 我選擇那個Division 然後把它的 設定他的CSS 周圍 邊上 加上 三個Point的 紅色的邊 對不對 對 基本上這個 這是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是Runtime在執行的動作 它不是先 先這個 先做好的 這是Runtime在執行的 就是你在 你 只要選這個 那 那你還可以選很多 你看 你還可以選很多的 選很多的其他的這個 所以這是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我們選這個 我們再看多一點例子 好 這邊繼續選擇 那 那這邊是 選擇這個 這個是 Division1 這Division2 然後再一個 span 所以這裡有三個 那我們現在選擇這個 選擇Division 現在Division1 Division2 這兩個 這兩個內容 Division1 Division2 但是 它的這個 HML的元素 都是Division 所以我選擇Division 然後呢 border給它 9個px的 這個 solidred 所以我這個是選 剛剛選擇ID 選擇這個 現在選擇什麼 選擇HML裡面的 那個Div 這兩個都是Div 但這個是用span 這個是用span 這個是用span 所以我選擇Div的那個 然後呢 點 點這個 CSS 讓它的周圍 有 那個邊框 是9個point 所以這個是 選擇element 我們還可以選擇class 下面這個例子 這些例子其實都很簡單 直接你看到HML 你看看它選擇 這裡面三個Division 這三個Division 一個 這個 他們用不同的class 這三個Division 他們 但他們裡面 用了不同class 一個用的class 叫notme 一個用my 後面兩個用myclass 所以 他們裡面 本來有 已經有的style 它CSS style 都叫 這個 這個 用notme 那這兩個用myclass 然後 它裡面的內容 這個樣子 那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CSS 我選擇這個myclass的 也就是後面兩個 然後呢 把它的邊 周邊 三個point的這個 加邊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就是跟他 就複習剛才那個東西了 再來選一選 這個選這個 選O 我把這個 新號就選O 我把這個網頁上面所有的元素做什麼 全部都加上個邊 所有的元素 甚至包含這條線 通通通加上這個 然後它包含裡面 這裡面還有一個元素 一個box 通通加上 cpx的這個 邊框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選所有的 然後還可以選multiple的 選multiple 我選Division 還有span p.myclass 那 選這三樣東西 然後把它加邊 你看 我選這三樣東西 這是and的意思 所以這三樣 Division 這裡面 我們沒有看全面 就讓你知道 這是Division 這是p cars 就是multiple 那p裡面有個class 它不是multiple 它不是multiple 就沒被選到 然後還選一個 選multiple 所以這個 這三個 就選p 這個paragraph 裡面 某一些 被assign 你自己 往別來往例 就叫multiple 然後 做一個 做一個選擇 我現在這邊用 加邊框來做例子 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可以search 先到這邊好了 那這個 search的這個 我們留到 留到下一堂課 接下來我們看看還有什麼 search的話 你可以search 這個 就是做一些 我們可以 不是search 我們可以做hierarchical的 traboso 包含 在一個樹裡面 我們在上下 等一下上課 我們就很快就把它看完 那child 這些例子 其實都很直覺了 大家 下來投影片 然後看完以後 我們就來看feature 很像時間夠 我們先把這個看完好了 怎麼也沒幾頁嗎 這個 看完這個 那 那 這個選multiple 我們選hierarchical hierarchical 就是說 我們加上呢 這幾個符號 海洋課這邊幾個符號 嗯 下課就好了 這幾個符號有點重要 大於下課 這幾個符號你要知道 不然看不懂符號就 就沒有辦法了 好吧 那下課再看吧